以后不服 对面 起立 我觉得这个动作 感觉它非常实用 就是那种 短时间内 可以快速制敌的招数 在格斗准备的基础上 去敌三至五步 而后 顺松越着敌背后 成功马步 右脚在前 摔地时 有我们两手 肉护部分 插前抱膝 沿着敌人的膝盖两侧 迅速往下推 然后迅速护拉 手 肩 力量 同时用 将肌摔倒 摔倒后 两手迅速下滑 按住敌人 左脚迅速向其 左肩处上步 右脚规计 猛力起腰 两手迅速推按低头 当敌开头的时候 迅速锁护至极 锁护时 右手有掌变全 右手内侧卡护 卡压低红 肩膀内扣 猛力上踢 锁护至极 但是训练时一定要注意 锁的时间不宜过长 顺服轻手 加油 开始体会 他要 冲过去 紧住他肩膀 两手抱着肩膀 同时用力 把他摔倒 走 对 如果把这几个动作迅速 并且 就是直击敌人 要害做出来 我觉得非常难 拍头 锁 往上骑猛力往上骑 对 再往上骑 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量 降低制服 我们真场面的训练 不是那么简单 他很动 只有你真正体会到了以后 你才能让 你才能难度 哎呀 我 就 你 我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